大家好,我是PhD微道,还想要一个试案粉丝的牌子,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两个Transformer的这样的一个变体 第一个Transformer的变体叫做加入了Temporal的这样的一个Information 所以叫Temporal Fusion Transformers 就它把时间的这样一个序列给融合到了Transformer里面 因为Transformer它对于一个时间序列有时候它的注意力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我们希望Transformer它们能够有一个时间上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辨识能力 这是第一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由谷歌写的 所以我们管这个文章叫做谷歌的文章 第二篇文章叫做Spiral Temporal Transformer 就是说它不仅加入了Temporal这样一个Information 它也加入了这样一个空间的这样一个Information 它去预测一个交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就把这个文章叫做交通的这样一篇文章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Transformer的两个变体 一个变体是又只预测时间的 另一个是时间和空间一起预测的 这两个文章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一篇比较简单的文章 Google那篇文章是一篇比较复杂的文章 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比较简单的文章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Transformer是一个什么样的 不是Transformer 就是RN或者是LSTM这样模型是个什么样的 其实这也是一个序列预测模型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形式 比如说序列预测模型是怎么预测的 我们拿出一个句子 对不对 比如说to boards 然后什么什么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有一个起始符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中指符 对吧 那我们就是用每一个起始符 去预测下一个单词是什么样的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就是to对吧 他们俩是一起的 他们俩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用start去预测下一个词是to 对吧 用to去预测下一个词是board 用board去预测下一个词是flying 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GPT这些东西的方式 GPT其实实际上是把你以前的 把你每次输入的这个序列整个的 比如说拆币给你讲个故事 拆币给你讲说 小红有一天在3D里采蘑菇 对吧 那他怎么去做一个输出呢 他就是把小红在3D采蘑菇这个东西 输入到他们的这样一个transformer的 这样一个模型里面 GPT这个模型里面 然后他去预测下一个单词是什么 发现下一个单词是句号是不是 所以拆币就变成了小红 正在3D采蘑菇 句号 然后后面再 然后把这个词再重新的输入到 他这个模型里面 然后再去预测下一个词 小红在3D采蘑菇 然后他 然后再预测下一个词 小红在3D采蘑菇 然后他遇到了什么什么 所以说他就是一次预测一个单词 这样一个一个词这么往外蹦 这么去预测的 那么这样的模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就说当我们预测了一个模型 比如start 对吧 我们说start的后面单词应该是to 对吧 那to后面的单词 它可以是board 也可以是people 它就整了个board进去 对吧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句子 叫两个鸟正在跑路 所以说当我们在用一个序列预测模型的时候 如果它的attention要是比较短的话 就会产生一些奇怪的结果 它会生成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前后蹦的这个词它蹦的不一样 就会导致这个句子最后拼出来是一个缝合怪 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这是我们说的rn transformer可能会有一个好一点的结果 但是也不会好到太到哪去 有时候你tgpt也会出现前沿不达后语 并且有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说它上一个句子和下一个句子间能不能搭上 而它会产生一些失语症这样的现象 也就是说它整个句子说出来 它都说出来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句子 但这个句子前沿不搭后翼 这个句子就很离谱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在我们的真正预测的时候 很多句子它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乱的这样一个序列 那这样一个乱的序列再加上前面的这个现象 它就会导致它的每一次预测 它会产生一个更大的误差 对吧 它这个误差越来越大 到最后的时候就没法进行一个有效的预测 那么来看看Transformer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它就通过QKV3的这三个矩阵 对吧 去进行矩阵的乘法 然后去计算这样的一个attention 所以说在不同的模型中 它会有一个不同的attention的一个样子 比如在CN这个模型中的attention 就是每一个格和它之前做的局部感受也进行attention 对吧 所以说它和上一层就是和比如说三乘三的卷积的话 就是这三个值产生一个这样的attention 所以它产生attention是非常局部的这样一个attention 它的attention并不能去扩展到一个很宽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面 那而来它的attention因为它忘得太快了 所以说它其实就只适合前面几步产生一个attention 后面的步骤都都忘光了 selfattention它是可以去计算 就是说每一个值它和前面和后面的attention是什么样的 所以它可能和最近的这些词attention比较强一点 然后边上的词attention就稍微弱一点 当然这也是取决于就是说你输入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对吧 那有的时候它输入的东西 它就是和上一个句子中的某个词attention比较强 那它的attention就比较强一点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attention的这样一个区别 对吧 那么我们convolution就是 它这个我们不能让attention太过于长 因为它要太过于长的话 比如说我们要去预测一个 就是一个单数还是复数的这样一个问题 有可能这个复数就是和上这个句子中的前面那个词产生联系 也可能是和上一个句子那个词产生联系 如果你要是把它和整片文章都产生联系的话 你这个单数复数就没法弄了 因为它有它这个 你怎么知道它到底是和哪个词呢 对吧 你和整个文章中所有词都有关系 那就完蛋了 它也不能太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句子是个从句 所以它要和上一个句子产生联系 不能和这个句子中的东西产生联系 然后它就应该具有一个local tension 但这个tention它还能具有global tension 它只是通过权重的不同来行为分配 所以transformer做这件事 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transformer对于时间训练的辨识能力 其实还是稍微差一点 那么在预测的时候 当然也是希望就是说 它有的时候能预测有短期的这样的一个tention能力 我们也希望它有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tention能力 对吧 就是说我们希望它具有一个boss的这样一个能力 这样的话我们有时候才能把这个数据处理的更好一点 那么也是随着我们的 前面的信息是我们已知的一个信息 后面的信息是我们未知的一个信息 所以我们在已知的信息这个部分 它肯定是准确率是比较高的 然后越到未知的部分 它的准确率越差 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蝴蝶效应的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你加入一个简单的扰动 这个扰动在后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 会进入一个几块放大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谷歌希望做一个全能的模型 这个模型是什么 它不管什么序列都可以解释 什么序列都可以去做一个预测 并且这个模型它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解释能力就要依靠transformer的这样的一个encoder和decoder的一个联合 才能做一个解释能力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不要有太压累积无差 它的区域变长的时候它希望累积无差能小一点 并且我们希望能够用上一些统计信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数据是和统计信息有关的 比如说我们每年的圣诞节 它的消息数据就会好一点 所以说它希望能用上统计信息 这样的话才能让这个文章 才能让这个预测的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结果 并且它希望能够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预测的范围区间 比如说你预测的时候不一定能预测的很准 但我希望能给出一个区间来 然后给你给我看看 看到底是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 那么它这就是它的这样一个预测的模型 这个模型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工作思路 我们其实是知道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样的一个information 这个information可能也就是天区预报 比如说我每天都有天区预报 对不对 而且我可以往后预测 比如说7天的这样一个天区预报 或者14天的天区预报 当然越到后面越不准 这就是根据卫星云图这样的东西来获得的这样一个 node的一个input 这个input是一直都有的 这个地方是当前的情况 当前的时间 对吧 这个是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就是我们已经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是我们没有发生的 就是未来的一个时间 我们其实是有些未来的信息的 比如天区预报 或者是往年的销售数据 那么这个observ的input 就是说我们已经获得了这样一个今年的销售数据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是已经是以前的时间的事了 所以这些数据其实是已经在我们的统计范围之内的 那它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值 因为这个值就是我们已经已经发生过的一件事 对吧 我们把这个值输入到predict model里 然后我把这个新这个数据 那肯定没有observ的input了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是不存在的 是消失的 对吧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的天气 我们只知道明天天区预报什么样的天气 那这个地方是天区预报的天气 上面是真实的天气 我们不知道这个真实的天气是什么 所以这个地方是空的 然后把这个天区预报的信息输进去 并且加上一些这个统计信息 比如说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正在转一晚夏天 但转一晚夏天的话 我们这个天气会越来越热 所以这个地方就应该是一个 我们会越来越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放到predictmodel里面 它就可以去predict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这个谷歌论文里面所讲的 他们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 他们这样混合更多的信息 这样的话可以就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但是我们说预测股票 其实也是大概一样的思路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交通竞选文章 交通竞选文章它比较简单 所以我觉得竞选文章 我可以好好讲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们有一个序列数据 对吧 我们把序列数据输进去 首先先有一个feature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normalization 这样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就是把这个数据进行一个预处理的 这样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我们不用特别去管 就是维度什么进行一个调整 这样一个操作 然后最后是一个输出的操作 对吧 它是predict这样一个layer 它也是进行一个维度的管理 或者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的这样一个管理 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用去管 我们就看中间这个步骤 你看这是一个块 对吧 这是第一个块 这是第一个块 这是第二个块 这是第n个块 对吧 所以它这些块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要看一个块就可以了 那我们一个数据输入进来 对吧 首先先经过了一个空间的这样一个传作 然后它还经过了这样一个实践传作 然后再输出 所以在这一个块里面 它又包含空间传作 又包含一个实践传作 那中间 因为你一个数据输入来 如果你要是先经过一个空间传作 提取的特征之后 你再去进行实践传作 提取特征 你其实这个地方信息就会有一些损失 所以它怎么办 它加了一个残差连接 让这个信息可以在这个数据中 进行一个全部的传递 所以这个数据可以在这个 就是原始数据 可以在整个网络中进行一个完整的传递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提取空间和时间 它就互相互不干扰 做这样一件事 那么可以看它提取空间的这样一个传作 和提取时间这样一个传作 它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联系 那就是说 这个部分 中间的部分 你看这个中间的部分是完全一样 中间的部分是完全一样 然后这边 这个连接在它的右边 对吧 它这边就是把这个连接 放在它的左边去了 所以说 这个连接 其实也是完全一样 所以说整个这一块都是完全一样 这一个地方不一样 那就是这个graph的convolution这个地方不一样 那graphconvolution呢 它就是把这个图呢 进行了一个整个的一个 卷积操作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能够提取到一些空间的特征了 所以它就大概这么一个思想 它怎么思想呢 就是说 加了一个 这个空间的这样一个块 加了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块 空间这块里面 加了一个convolution 对吧 所以它的这个attention的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说呢 它就把这个东西呢 进行了一个整个一个连接 这样的话 它就又能提供空间的信息 又能提供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这就交通我们这个这个数据 那这个文章中呢 它这个讲模型的这一块呢 其实是一个很短暂的一块 它大部分的地方都在干什么呢 当我们把一个模型进行修改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们把transform改成了itransform 那么呢 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因为当你把这个 比如说输入的数据的维度呢 改了以后呢 它的数据一处理就要发生变化 因为你把这个模型的维度都改了 对吧 你输入的数据肯定也要进行相应的改变 那它的输出呢 也会进行相应的改变 所以它的输入呢 会进行相应的改变 输出呢 比如说有loss 对吧 我会输出两个之路 但这个loss之间呢 需要进行一个平衡 需要进行一个优化 对吧 这样的loss之间呢 需要进行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博弈 那才能做到这样一个loss 所以loss也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并且它中央有些层的 可能要进行一个数据规议化的 这样一个研究 因为它的 你改变了模型的架构之后 它数据规议化呢 肯定是要发生一些变化 并且呢 比如说呢 比如说在BIT那篇文章里面 那它呢 就会产生一个并行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呢 如果要是它还是使用 bitch normalization的话 它就会产生一个并行的 它并行就没发算了 它在GPU之间需要传递信息 那在服务器之间 去进行传递信息的话 它通过网线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说它就并起了 这样的一个并行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 bitch normalization呢 就不能用bitch normalization 就要用group normalization 对吧 它就要 因为并行的原因呢 它要去进行一些额外的设计 还有就是说 它的输入输出呢 发生改变之后 它连接的这些维度呢 也会发生改变 所以在中间呢 加一些什么 一乘一的convolution层啊 或者加上一些什么 但是层啊 或者加上一个什么 空间基地塔 实话呀 这样的东西呢 才能把它进行 一个有效的连接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就是说 我希望呢 我们的数据呢 对吧 我们这个数据呢 可能以前的时候呢 是输入 我们只考虑这个temporal的信息 另外一个是只考虑 spiral的这样一个信息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两个信息都要考虑 所以它中间呢 有时候呢 还要把这个信息呢 进行一个有效的传递 那什么有效传递呢 就把它们这些 中间这些层呢 再给它多连一点 把这个原始数据呢 可以多传递到一些 更深层的这样的地方 所以它可能还要再进行 一些残差连接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模型才能改出来 所以一篇这样的 改模型的文章 它其实实际上里面呢 就会包含这些模块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改模型这一块 只要你把改模型这块 搞明白了 这个文章的精髓 你就要搞明白了 至于其他这个地方 是怎么搞的呢 其实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用处呢 并不是特别大 就是说它只是 就是说生命维持工作 这个是它的大脑 把它大脑改了 你生命维持工作呢 其实改一改都很好改 对吧 尤其是如果你要 是不是做模型的 像我 我是做应用的 所以做应用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去特别了解 是怎么做的 你只要知道 它的大概的一个主要思想 是什么就可以了 那么来看一看 那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用LSTM 会用什么别的方法 它的attention呢 不能连接的很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呢 是什么这样一些方法 对吧 它可以把这些attention呢 都可以进行一个 有效的一个连接 所以它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个attention呢 都可以进行一个 完全的交互的连接的 这样一个模式 OK 那么继续来讲 那我们来说啊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RN和LSTM 这样的这个门上面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RN的这个网络呢 是它互相乘 乘乘乘乘乘乘乘 把这个东西忘得过快 LSTM 它有一个forget gate 那forget gate的话呢 它也会忘掉 对吧 它的速度会慢一点 但是它也不能避免到 就是最后完全忘掉了 这样一件事情 那LSTM这样的模型 它非常适合去处理 一个序列信息 因为序列信息呢 就像一个拉链一样 那么呢 我拉到后面的时候呢 其实前面的东西 对我的用处呢 其实就越来越低了 但是呢 他们这样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attention能力呢 就并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想一想 怎么能够去把LSTM 或者是RN这样的东西呢 进行一个改变 那进行一个改变的话呢 我们才能把它 做得更好一点 对吧 那么这也是RN的 这样一个情况 它像一个拉链一样 它是持续的给它拉开 那我们想想 怎么能够在LSTM 加上这些attention的 这个样子 那这样的话 才能让LSTM变得更好呢 那实际上呢 我们就可以把 Transformer底下的这个 以前的这个 embiding的部分 和这个decoding的部分呢 给它全部都给它改成 我们的LSTM 因encoding和decoding的部分呢 全部都改成LSTM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Transformer 是什么样一个价格 Transformer呢 就是这样一个架构 对吧 它左边呢 是它的编码器 右边呢 是它的解码器 那么首先进来呢 它首先先经过了 一个embiding层 对吧 经过了embiding层之后呢 加上一个位置编码 加上一个位置编码 这个位置编码 其实实际上 就是在去模仿LSTM 这样一个能力啊 然后之后呢 就加上这样一个 multi-high的这样一个tension 那么呢 经过两个 就经过这样两个 这样的一个 multi-high的tension之后呢 它把这个encoder的部分呢 和decoder部分呢 给它拼在一起 做成了一个encoder 和decoder的 这样一个连接层 然后再经过一个 钱贵网络 最后就输出出来了 那么这个网络呢 其实实际也做的 差不多一样的工作 它只是把这个encoder的部分呢 给它变成了一个LSTM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边呢 decoder部分呢 变成一个另外一个LSTM 这样一个情况 它相对就是把这个 Transformer里的这个 这个核心的组件呢 给它进行了一个替换 那替换了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吧 那以前的时候 它要加入一个 什么位置编码啊 这些东西 现在呢 它呢 可能就不需要加入 那么强烈的位置编码 因为它有LSTM这样的层 并且呢 它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多头的注意力的 这样一个融合机制 也说中间这一块地方呢 就是这个 这个MeltiHead这样 attention的这个 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实际上 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 同样的 它和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对吧 把前面这块呢 替换成一个LSTM的encoder 这个地方替换成一个LSTM decoder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继续保留 然后呢 上面呢 是一个钱贵的网络 对吧 这边就是一个 它的这样一个钱贵的网络 然后最后呢 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输出 所以它做的呢 其实和这个是一样的 那么它呢 又想处理静态数据 就想处理动态数据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输入了一个静态的数据 对吧 那这个数据呢 进来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动态数据呢 去使用动态的数据的 处理方法去处理 那就是LSTM的方法进行处理 那静态的数据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直通到 这个JRN这个层里面 这样的话呢 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呢 我们最后呢 就都给它 这是动态数据的 提取出来的feature 这是静态数据的 提取出来的feature 就可以把这个动态数据 和静态数据呢 全部都放在这个JRN 这样一个层里面 那JRN这个层呢 就长的是这个样子 是吧 它就可以把静态数据 和动态数据呢 都给它输入进来 然后呢 经过一个担子层呢 给它拼带一起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动态数据 和静态数据呢 都给它输入到 这样一个模型里了 那这个模型呢 就可以去又处理静态数据 又处理这样的一个 动态数据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所用的 这样的一个模型了 对吧 这个是谷歌的那篇文章 所以一块你看 这个地方呢 是它的过去的 这样一个input 这是我们知道的 未来的这样的一个input 对吧 知道未来就是 做一个预报嘛 那所以这个图呢 是和我们之前所讲的 这个图呢 是完全对上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过去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 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数据 它都输入进来 然后呢 这边呢 是一个 我想去看看 它的统计信息怎么样 这是静态的那个部分 所以说呢 就是dance层 右边的那个静态的部分 对吧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经过这个lstm预测 因为传说们 它对于这个序列有时候呢 它的敏感性呢 不是特别的好 就把encoder和decoder部分 都给它换成lstm 它对于这个序列的 这样一个预测呢 就会有一个 更敏感的这样一个层 因为lstm 就是专门用来 做这个模型预测 就做来做序列预测的 这样一个东西嘛 所以说呢 我们用lstm的话呢 那这个序列的 我们就可以更好 去提取它里面的一些information 那做了这么样一个工作 OK 那我们来说啊 就是我们之前那时候 给大家讲过DNA的 这样一个预测 那么DNA呢 我们有一条链A 对吧 还有一条链B 那我们有两条链的话呢 我们如果想 想去做 它们两个之间的差异呢 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两条链呢 给它单纯的输入到 一个CN的网络里面 那么这个CN的网络 有时候就没法去 干什么事情 你只是给它们两条链 然后给它们一个 最后的输入出出出 对吧 那有时候CN网络 它就很迷茫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要输入这两个链 然后并且呢 把这两个链的差值呢 一起输入到我们的 这个CN的网络里 那这个CN的网络呢 它就可以有效的 去提取到一些信息 因为它知道 哦原来你是要做差值啊 所以在这些模型里面呢 其实实际上 我们也应该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当我们需要 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都可以 输入到模型里面 这样模型 它会比较有效 去提取到一个信息 你看这个地方呢 它又有动态的 又有静态的 这样的话 这个模型呢 就可以对这个信息呢 有一个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反馈 和这样的一个理解能力 好了 那我们来继续来讲 那么呢 它最后预测出来的结果呢 也当然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了 是不是 就是这个最后的结果的 这样一个情况 它可以预测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数据 对吧 它可以有一个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预测结果 并且呢 它呢 在对一个油灶的数据呢 它也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预测的 这样一个情况 是吧 它的一个distance呢 是比较小的 那么呢 我们来继续来看看 就是说 在我们之前讲过 预测股票这件事情 那么股票这个事情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是需要 你股票这个事情 你有时候是需要 去和一些新闻 一起结合的 比如说股票这些信息 它其实也是forecast的部分 对吧 那就是 你用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去forecast呢 有时候效果不好 所以我觉得呢 你要想去预测股票啊 或者预测比特币啊 这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你还是要 需要去往里面加入一些 LM这样的东西 去爬一些网上的新闻 然后这些新闻呢 去作为未来的一个forecast 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这样的话 你才能让整个模型 会有一个更好的 这样的预测结果 因为有的时候呢 大家这个市场呢 它并不是 取决于过去的 这样的一个走势 而是取决于 大家对它的一个信心 对吧 或者大家对它一个期望 那个期望 大家做的越好呢 那这个股市也会越好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LM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观看